邓伦小号被曝光 电视不好看 为什么要去关注一个演员的私生活 邓伦小号被曝光 而且还曝光了邓伦进入娱乐圈之后的两段恋情 2012年出演花飞花舞飞舞进入娱乐圈 按照这个时间轴两任前女友都是进入娱乐圈之后谈的 不过这些都是过去式了 谁还没个前任呢 就算是真的也没什么 邓伦的这个小号是在多年之前使用的 那时候邓伦还在上大学 也就是读大二的样子 也就是刚刚进入娱乐圈一年的时间 对于当时邓伦和一位美丽女演员在一起的亲密照片 更是被网友们解读为恋情最近邓伦主演的加油 你是最棒的正在热播 这部剧讲的是一个演员 经过不懈的努力从一个小透明变得红火起来的一个故事